各位主内的兄弟姊妹 我们已经进入去常年期的第三主日 其实今天教会提醒我们是什么呢 就是圣言的主日 圣言成了血肉 寄居在我们的中间 圣言的一份密切 就会说如果我们能够是圣言 濕入在我们的内心里面 我们就懂得怎样去悔改 怎样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沉住 应战 面对每一天的问题 障碍 所有的一切 里面使得我们能够有一份皈依 今天的门徒 不是局限了耶稣会选的是那十二个门徒 门徒的中间 上至的耶稣有三个爱徒 包括白德鲁 若望和安德鲁 我们也会看到在其他门徒里面 耶稣经常会说 凡宁听天主说话而付诸实行的人 这个就是我的兄弟就是我姐妹 所以耶稣在这十二个门徒里面 选了可以说他的所谓的CEO Chief Executive Officers 但是是不是叫他们 仅于行政 仅于这个世界上的管理 这些所有一切呢 不是 而是真正在内心里面 来归依 来去转变 这十二个门徒 他们都是渔人的渔夫占大多数 耶稣会要叫他们的时间 上了在这条船里来挖到深处 我们会看到挖到深处 其实你应该要有一份的深度 有一份的皈依 有一份的转变在这里 所以耶稣会说 我要使你们成为渔人的渔夫 我们在福音里我们都会听到 耶稣说你们挖到深处 然后能够去望到153条的大鱼 鱼镯来的 153条其实是代表着 是我们人类不同的人种 如果天主有这份深的说话 我相信在我们能够去聆听 在我们的回应 在我们的心思念类里面 其实很好听 天主要我们在我们的先行为里面 是好像牛一样去反戳的 如果能够反戳的说话 我们都会说 圣母在很多地方明白的时间 是反复思量 反复地去默想 来深深感受天主的圣言 是怎样去推进 怎样在我们的内心里面能够内化 所以我们在Lexio Divina里面 就会说圣言能够放在我们的内心 我们要做祈祷 我们可以做墨观 我们可以将它升华 成为真真正正的化 这个圣言 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为主来作见证 如果我们能够有一份深的说话 这个圣言主日 就是有意义 有价值 因为比对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我们要标杆人生 我们需要找回真正是有意义 有价值 活得精彩 会得更加是基督化 能够使用我们的圣言 是活化在我们的内心 在我们的见证里面能够是带出来的 圣天主祝福大家